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帮我们的马 原住民的猎人是英雄啊 主播在你们怀里前面变成是罪犯 希望能够重启我们与司法的对话 让我们面对面的谈 只要你愿意听我们说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认识彼此 这样子才能够更尊重彼此 九 杀在地上 杀在天上 祈求我们王光路事件 能够平安的回家 猎人要说话 猎人要说话 法院请开庭 猎人要说话 法院请开庭 我们十六个族群的代表 能够站到这个地方来 目的不只是为了王光路一个人狩猎的事件 我们祈求我们各个族群的祖邻能够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的主流社会包括法官 他们并不了解我们的文化 包括狩猎文化跟所有的传统文化 我们必须要经过面对面的 男人就有一个就违犯到所谓的狩猎或猎枪的这个 这个比例真的是 天啊 我们非常非常的痛心 我们只是为了传承我们的文化 为了去拿肉给我们的亲族 就触犯这样子 我们就变成有千颗 每五个男人里面其中一个 很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千颗 我们原住民跟大自然 动植物 都保持良好关系 我们只是取首须 连这个最基本的 都被现在的法院所限制 台湾的法律能够很正视原住民主基本法 对于原住民应该享有的权益 而不是用所谓的条例 也不是用所谓的办法 也不是用所谓的相关法令 去限制原住民要从事我们自己的文化 要去传承我们的文化的时候的一个限制 当你们看到卢凯族站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我今年将近40岁了 但是我的志愿是当一个猎人 这很突兀 一个快40岁的男人 居然还有志愿 这是谁造成的 仔细去想想 小时候我写志愿 我要当一个医生 我要当一个科学家 现在我真的是科学家了 但是我回首过去 我当一个科学家 很简单 因为有条学习之路给我 但是我今天当我珍视我的文化 我志愿 我重新定那个志愿要当猎人的时候 现在这个政府 这个国家 却要阻挡我当猎人的这一条学习之路 你觉得这合理吗 前面几个猎人都说 今天带着一颗沉痛的心 没有错 我也很沉痛 但是我更带着一颗期待的心 我期待我们今天这个书院书交给最高法院之后 他们能够重新审视这个案件 让这个案件成为与我们原住民 开启我们对话之间 重新开启我们彼此尊重的之间的一个钥匙 没有一个双方 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底下 就可以为对方做决定 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一种尊重人的一个基本价值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中华民国 宪法里面也提到了 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诉讼权 那我们更已经把国际人权两公约 内国法化了 在公民权利跟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面 已经把公平审判权 当作是一个基本人权 可是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原住民族的任何跟文化有关的一个司法案件 从来都不会听我们原住民族要说什么 更不用说最高法院了 那过去我们已经有数万件以上的 原住民族狩猎被司法判决有罪 我想最高法院 自己本身也在不同的案件里面 做出不同的一个见解 我们只是期待 这样的一个案件本身 绝对它不是一个个案 它是一个整体原住民族狩猎文化 生存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在接受了检查总长所提出来的非常上述以后 能够邀请我们各组的猎人来听听看我们怎么说我们自己的文化 而不是让一群完全不认识原住民族 凭空去想象谁是原住民族 什么是原住民族文化 我想开庭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权力的要求 感谢观看 明úsica